其實我是覺得這場選舉 至少宋楚瑜的提名人選 有他的可看性 再講一次 這次提的是這樣 台中第七選區 上一次國民黨拿55 民進黨拿45 可是簡召中補選的時候 已經拿到55了 換句話說 這一次鄭麗文會陷入 我認為會陷入苦戰 結果他又加了一個斷迴雨 當然他是憲政的市議員 不好意思 他要撩幾千票 我相信沒問題吧 應該沒問題 是不是 沒問題 既然比鎮利府 不可以走幾百以上的實習 我不敢說他一定會掉 但是他會弄個 藍軍弄個幾千票 一萬票吧 這小選舉 清明黨提的大概都是議員 都是有基礎的 都是有基礎的 不像左營那一區提李建南 李建南只是在電視訪問 就是民主 他在空降 空降 他的基礎是少於這些在北中部 北部所提的 這就是戰將 他們只有基礎的 李建南是沒有基礎的 但你選區會記得講的事情 你有發覺說現任的立委 跟這些要出來選的 可以頂頂下來 議員下來 結果你看國民黨 民票都輸了 輸什麼 都輸現任的議員 輸那個頂頂下來 就輸那個中立市場 對啊 平鎮 平鎮 平鎮的市場也輸了 所以這些議員 議員這個基礎 每一個廟會 每一個奮鬆議員 都是走到繳繳繳 所以我跟你說 這區 我看 鄭李鎮是很危險的 很危險 我來看看這區 上面最好的時候 國民黨台中第八選區 國民黨拿64% 民進黨拿36% 所以 上次 這一次是江啟臣 就新聞局長 民進黨派郭俊明 但是我覺得情勢有變 情勢有變 就是說民進黨會強一點 國民黨會弱一點 選台中市長的時候 蘇嘉全再豐元就贏了 這就是豐元 這就是豐元 做家全是贏 對 這一次是徐宗雄 這一次是徐宗雄這區 徐宗雄是不一樣 徐宗雄是弱勢代表 對 他是敗腳迫手 所以他 他的形象 國民都不一樣 這樣一千沒人拜 人家說你是在做什麼 你是什麼 你是家族的縣緣 因為他們中人 他們中人是現任的 因為他們小舊子 現在是現任的 陳百祥的縣緣 你這樣下去 走來這裡 國民黨派一天 我看都還未必 所以我請教徐老師 台中第八選區 現在的態勢 會不會是五五坡 或者是民養贏 還是 其實 其實剛才大家都講到 選市長的時候 其實蘇家全是在豐元跟神剛是贏的 他的選票是贏的 第二個 這個陳青龍不只是地方的議員而已 他是紅黑 他跟江啟臣之間的競爭 是國民黨內紅派跟黑派的競爭 所以是地方派系的競爭 都是有基礎的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其實我會覺得說 其實台中第八選區 雖然我們看上次差距是很大 可是我覺得這次機會是很多的 這個機會很多 誰機會很多 我覺得民進黨 因為 對 因為我前面講 江啟臣跟陳青龍是紅黑兩派的問題 不只是說一個空降 紅派跟黑派 對 一個紅派黑派之間的問題 紅派黑派在台中就是這樣子 紅派黑派跟民進黨三個派系而已 所以郭俊明上的機會你認為很大 對 我覺得是滿大的 是 我們再看高雄第三選區 高雄第三選區 上一屆國民黨最好的時候拿58% 民進黨拿41% 這個就是左營的眷村 左營跟男子 左營跟男子 好 那這個現在情況可能我相信也有改變 陳菊去年選市長在這區輸不幾千票 輸不幾千票 已經換了 已經很換了 所以我想應該差不多47比53左右 大概差不多類似 大概這樣 那如果加一個黎建南 黃昭順有辦法穩贏嗎 郭老師你看 黎建南其實他本來在那個地區 他其實他長久是那邊 那邊經常在那邊走動 他雖然不是政治人物 可是他在那個地區滿熟的 不過我看最後其實是 選舉是最後看到 後面那個氣勢怎麼樣 會不會氣爆 如果看那個效應 你不要忘記說 到最後會不會整個藍的內部 會有氣爆效應 如果會有氣爆效應 對民進黨不見得是一定是有利的 這個可能不是沒有 如果沒有氣爆也是本來就藍綠 本來就藍綠對決 是啊 但是 我們現在是說 說對民進黨會有利是 認為是說 這個票藍均會分開嘛 對不對 會分裂 而且喔 會分到很腳穩 所以民進黨才會得到好處 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真的是藍內部氣爆 沒有分到這麼腳穩 民進黨你就從事我相信沒有 但是未必氣爆 你像旁邊黃昭順跟楊秋昇就沒有氣爆 這是有廢票的問題 因為這區雖然說是藍帶於利 但是裡面 只要中間選民 他的廢票出來的時候 我才有年間廢票的門 就是出來的時候 林彥隆不是沒機會喔 因為他是一個輸 台道法律系 真優秀 真優秀的一個輸 非常優秀 那裡面是議員 那裡面是議員 也做很久了 其實也走得很熟 所以這種情緒 如果要看廢票 雖然說氣爆是對民進黨不利 但是如果廢票出來的話 這機會不是沒有 因為我要說什麼 會不會氣爆就是 剛才國東大哥說的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 宋楚瑜會不會選總統 沒錯 宋楚瑜如果選總統氣勢真的有打開 氣爆會出來 不是不會 那有連帶的作用 所以現在為止 我們很難說 一定是對民進黨有利沒有利 這現在我不敢說 因為宋楚瑜會不會選總統 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他出來選總統一遙 如果要產生母雞帶小雞的時候 那如果地方上選出來的這個結果 還不錯 氣爆有可能 我只請大家想一下 宋楚瑜今天推這十個人出來 那十個都見面說 我就出來是要出來打算 我覺得不是 我認為宋楚瑜跟他們那幾個 推出來的人選之間 他們一定有相當強的默契 應該差不多知道宋楚瑜會不會出來 不想說 因為我講一下 今天 蔡英文叫蓮華去選 蓮華說我去選 結果蔡英文說我不會選總統 蓮華要選什麼 鄭小偉 你告訴我鄭小偉 你要想這樣 他這十個把宋楚瑜答應出來選 我們大家都拚出來 你說你賣了 我們這什麼 我們不是叫我們 叫我們去當炮灰 所以我認為這個 你認為宋楚瑜會選總統 我認為這可能性很高 而且這個一出來以後 這個變數就大 所以我剛才講說 藍軍內部的氣保 會不會因為送出來選總統而產生 氣黃洲順保離建籃 也有可能 怎麼會有可能 氣麻保送 洋秋新一半 就是這樣 怎麼會有可能 站起來的時候 冠軍票 中村票都賭給洋秋新 鄭英 其實你要思考一遍 這次是總統和立委當選 你要想說 10月以後 神祭交給第一後 立委的選舉還會有聲音 被總統才算 只有總統的聲音而已 73個立委的選區 再加上不分骨頭 辣辣辣辣 還有加上6個 我們住民 辣辣辣辣辣 都在辣辣辣 為替是要怎麼去補